大家好,我是小贤,让我为大家分享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家庭爱情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网恋了一个对象,他说他是个司机,天天都在开车。 我起了挑逗之意,加着声音给他发骚话,哥哥今天晚上能和我开不是去幼儿园的车吗? 当天,许昊然练情的词条冲上了热搜第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帅出圈的顶流赛车手在赢下国际比赛后,第一时间想要分享给最重要的人。 而且我的声音被公放在了直播采访中,他冷静并回应,那你到时候可别哭着喊太快。 拳网的小迷妹高呼心碎一片,我当场射死,哥哥今晚可以和我开不是去幼儿园的车吗? 角柔造作的夹子音,从一旁同事的手机里传出来,听起我一声鸡皮疙瘩。 更要命的是,这声音该死得熟悉。 或许是同事的尖叫声太过惊悚,握着手机的手指一抖,低沉悦耳的嗓音,几乎与他手机中的直播同时响起。 那到时候你可别哭着喊,速度太快。 哼,阿妍你也是浩然哥哥的粉丝吗? 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眼前同事那张兴奋的脸都出现了残影。 浩然哥哥,谁?我僵硬地按灭手机,对着他扯出一个欲哭无泪的笑容。 呜呜呜,不愧是浩然哥哥,官宣也那么聊,姐妹别难过,我们一起扛。 刚还激动地满脸通红的同事,便脸一般抱着我痛哭起来,我抖着手点开手机。 许浩然恋情,一条横空出世的词条在热搜前三八榜,甚至末尾跟了个红到发黑的豹子。 原来那个帅到豹的顶流赛车手,是我网恋三年,即将奔线的男友。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读大学时,我谈过一个对象,本校有名的校草。 几乎半个学校女生敌视的沐神,和她身边过不完的阴艳艳,让我不堪其扰,终于在出家做孤子,和分手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后来我发誓,谈恋爱一定要找,一个平庸无奇的宅男,因此我网恋了。 长得帅言谈绅士,生活单一,世事有回应,简直是完美的恋爱对象。 唯一的不足,就是她时不时会消失一会儿,哥哥是做什么的呀,又不见了。 刚加完班的我,满身疲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恰好看到她在线。 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能回你信息,不高兴了,对面很快有了回复,我恍然大悟,哦,原来网约车师傅啊,那确实是挺忙的,理解。 所以她为何能把赛车手这个职业,说得那么普通啊,如坐针毡地熬到了下班,我飞奔回家,跟闺蜜打电话吐槽。 比起这个,阿言你怎么能叫出,那样的声音呢,沉默片刻后,我挂断电话,已经不能愉快地聊天了。 知名赛车手许昊然,在国际赛事上勇夺桂冠,媒体在直播时让她把这一消息,分享给最重要的人,而我好死不死,那会儿闲得发霉,起了顽心。 夹着嗓音的骚话,在热搜下循环播放。 评论区全是她迷妹们的心碎哭喊,果然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射死也不过如此了。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去上班。 早啊,阿言,许昊然的迷妹同事,显然是哭了一晚上,坐在旁边工位上努力挣挣,她肿成核桃的眼睛,与我打招呼。 我气若油丝,早。 阿言,你的嗓子怎么跟被刀拉了一样。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许昊然女友的印象,只有那造作的夹子音,所以我昨晚紧急炫了两包家庭分享装鼠片。 今早就上火了,嗓子粗哑得像一只青春期的公鸭子。 真是机智如我,我只要一想到昨晚浩然哥哥,在那个死绿茶身上驰骋就好难过。 身旁的同事又音音哭泣起来,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临近中午,我被同事拉去楼下新开的茶餐厅,美情名曰互舔伤口。 口袋里的手机从昨晚就开始响个不停。 今早到现在,却出气安静,吊着的一口气刚要松懈,面前一辆纯黑的跑车,如暗夜的蝙蝠,一个飘移停在我面前。 为什么不回信息,许昊然冷着一张俊脸,站在我对面不足半米的地方,空气静谧地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一夜的回避已经耗光了许昊然的耐心,见我不回复,她干脆拉过我的手,将我塞进一旁的跑车里。 油门一轰,绝尘而去,独留同事在原地风中凌乱。 如果昨天是射死,那明天以后我估计真的会死了,果然不可以跟网恋对象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 我流着泪,在小本门上记着,下辈子一定注意,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许昊然的跑车在山间一栋别墅前停下,侧身挑眉看着我,这是我要说的话吧。 难道不是你先骗我的吗? 我强装镇定,眼睛却一刻都没有,从她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移开过。 真人比照片好看,我骗你什么了? 你说你是司机,天天开车,我不是吗? 行,你是会形容的。 比起这个,你想跟我开到哪里的车? 她坏笑着拿出手机,里面正播放着我昨天的豪言壮语。 我捂着耳朵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我干净的人生,终是要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了。 耳朵上的手被拿下,眼前许昊然的俊脸赫然放大。 这样的我不会开,你娇娇我。 难是香水,带着特有的清冷感钻入鼻尖,缓缓侵蚀着我每个细胞,这可怕的荷尔蒙。 陌生的气息逐渐逼近,双手被交叠着桎固在头顶,我索性闭上眼睛,破罐子破摔。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睁开眼,就是徐浩然似笑非笑的眼神。 这是被耍了,我恼羞成怒地睁开她的手,心底划过一丝不经意的失落。 放我下车,我要回家。 拉开车门,眼前是望不到边的环山公路,我又默默坐了回去。 浩然哥,怎么在门口不进来? 一道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男生传来,我疑惑地抬眼,正对上一双清澈的毛子。 这就是嫂子吧,可算见到真人了。 撞上我狐疑的目光,徐浩然拉开车门,对我伸出手,带你去我俱乐部看看。 她拉着我的手,走进别墅大门,一群人顿时上前,将我们围在中间。 平时浩然哥宝贝着,不让我们看,今天终于见到嫂子了。 怎么看上去那么小,成年了吗? 我跟一只猴子一样被围观,大脑一阵阵晕眩,都起开,别吓到她了。 徐浩然开口解围,身旁一群人顿时一阵怪叫。 呦,这么户短啊,都不用训练吗? 才拿下一个国际冠军,就飘了。 一道冰冷的女生突入地插进来,轻松的氛围瞬间被中断。 越过众人的视线,我对面站着一个长相美艳的女人, 绿色的大波浪垂在身侧,有一种张扬的美。 此时正眼神不善地看着我。 浩然,俱乐部不让带外人进来。 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我的。 夏兰,她不是外人。 许浩然伸手揽着我的肩膀,眼神略过众人,语气郑重其事。 苏妍,我女朋友,我被揽在许浩然怀里,抬头望着她绝美的侧脸, 抹得脸红了。 夏兰的脸色更冷了,看着我的眼神甚至带着些许敌意。 就是她让你挂在热搜上。 你知道为了平息舆论花了多少精力吗? 我不是什么流量明星,不需要做多余的事。 我贼眉鼠眼地来回打量着,气愤有些剑拔弩张的二人, 说他们之间没什么,我可不信。 哎呀,好好的,那么严肃干什么? 浩然你先带你女朋友四处逛逛,庆功宴,开始了叫你们。 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开口,算是缓和气愤, 许浩然点了点头,随即带着我四处溜达起来。 那个叫夏兰的姐姐,喜欢你呀,带走远后。 我忙不迭地拉着许浩然八卦起来。 吃醋了,是我哪里表达有问题吗? 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是车队经纪人, 车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就跟着我了。 哦,那我和她,就算你的白月光与朱沙智, 冷不丁,我被弹了得脑刮崩, 许浩然看着我的目光,带着一丝杀意。 舒尔她仿佛想起什么一般, 搂着我的腰将我贴近她的身体。 触及她皮肤的瞬间, 我犹如被烫般色缩了一下。 一般跟白月光都要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你要跟我发生些什么吗? 许浩然贴着我的耳朵哑声道, 低沉的嗓音自带电流, 穿过耳膜流经大脑, 这很难把持得住。 好歹网练了三年, 发生点什么也说得过去,对吧? 一边自我安慰着, 一边一双蠢蠢欲动的手, 已经遵循本心顺着她坚实的胸膛往上探去。 她漆黑的眸子亮起灰暗不明的光点, 至于后腰的手臂再次收紧, 飞速跳动的心脏隐隐有些期待。 浩然,庆功宴要开始了。 夏兰冷不妨出现在我们身后, 被拉回理智的我瞬间, 从许浩然怀里, 跳开三步远。 好险, 差点就边关失手了。 夏兰喜欢许浩然, 这很显而易见, 所以我自然就成了她心中的头号敌人。 庆祝咱们车队, 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 我先干一杯, 只见夏兰拿起桌上的酒杯, 准备一眼而尽, 还未触及酒杯, 就被许浩然拦下。 你胃不好, 不能喝酒。 一句话, 顿时让夏兰红了眼眶, 望着许浩然的眸子满失深情, 想当年我们车队经济困难, 为了拉赞助, 我喝到未出血, 这么多年, 多亏了你照顾我。 美人泪水连连的模样, 很招人心疼, 但许浩然不为所动地 拿起桌上的酒杯仰头, 空杯敲击桌面发出一声脆响, 不顾众人有些尴尬的神色, 他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去。 阿严言明天还要上班, 我先送他回去。 车库内许浩然将钥匙丢给我, 自己上了副驾驶, 我开。 站在车外看着价值不菲的跑车, 我双腿直打站, 我喝酒了, 不能开车。 他说的理所当然, 我在心中暗自付菲。 知道要开车还喝酒, 你是故意的吧? 但比起开车, 我更不愿意回去, 听夏兰回忆往昔, 有点隔音。 我紧紧握着方向盘, 身体坐得笔直, 望着窗外的眼神, 好似雷射光线。 你这速度, 明天之前能到家吗? 他坐在副驾驶, 看着归宿前进的车, 很是无语。 我聚精会神地开车, 没有功夫搭理他。 在被第三辆电瓶车抄车时, 他终于忍不住了, 靠边停车, 叫了个代驾。 在赛车手面前开慢车, 可能比凌迟还要痛苦, 老板, 我们到了。 我推了推, 靠在我肩头, 睡得毫无动静的许浩然, 我到了, 你让小哥把你送回去吧。 沉默地死寂后, 我爆发出无奈的咆哮。 不是, 你一杯倒喝什么酒啊。 干不出把人放在车里睡一晚的缺的事, 我和代驾小哥一人一边, 扛着醉倒的许浩然上了楼。 到门口就行了, 谢谢您了。 送走代驾小哥后, 我拖着许浩然就要放进卧室, 单手掀开被子, 另一只手准备把他丢床上去时, 惯性带着我双腿一软。 他半个身子扒爪于一般, 扒着我动弹不得。 许浩然伸手推了推身上的醉汉, 纹丝不动, 第一天奔线, 就同床共枕, 多么有伤风化。 我跟一条虫一样如动着, 就要往外钻去, 结果刚拉开一点距离, 他仿佛感应般又贴上来。 几番扭动之下, 你再扭我可就忍不住了。 他依旧闭着眼, 埋在我颈窝里有些粗重地喘息着。 我顿时挺得笔直, 一动不动, 心中不停给自己催眠, 我是一个抱枕, 我是一个抱枕。 终于成功把自己哄睡着了。 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 就是心大。 所以当我在许浩然怀里悠悠转醒时, 还往身旁的热圆上蹭了片刻。 你不知道, 晨起的男人很危险吗? 沙哑性感的嗓音, 在我耳边炸开, 还未回过神, 头顶就笼上一片阴影。 想让我带你开车吗? 他撑着手臂在我上方, 一条长腿暧昧地挤进我的腿间, 我整个人瞬间红成了煮熟的大虾。 不不不, 我晕车。 我连滚带爬地准备起身, 却预估错了身后的位置。 身体顿时腾空, 就要滚到地上, 小心。 他眼疾手快地一把, 将我捞上去, 我们的位置瞬间对掉。 我整个人趴在他身上, 甚至能感受到呼吸起伏。 连衣裙在拉扯中被带到腰际, 没了遮挡的皮肤, 贴着他温暖干燥的手心。 这么多戏剧化的情节, 不发生点什么都说不过去了。 被他触及的皮肤如着火般发烫, 我明明应该挣脱, 但身体却无比诚实地, 任由他四处作乱。 膝盖颤颤巍巍地撑着床垫保持平衡, 理智却是在温热的触感下, 溃不成军。 正是电光石火之间, 肚子里传来的一阵不满的抗议, 瞬间打破了隐匿的氛围。 他趴在我颈尖笑了一会儿后, 撑起身体, 我去做饭, 房门打开又关闭。 我翻身将自己包裹在被子里, 脸红的冒烟, 调整完情绪。 我慢悠悠挪到卧室外面时, 他正在将煎的两面金黄的荷包蛋, 放到盘子里, 你以前拍给我看的菜, 还真是你自己做的, 以前车队经营艰难, 当时自己做饭是为了省钱, 日子久了, 就成习惯了。 又成了一碗小米粥放在我面前, 他拉开椅子, 坐在我对面。 那以前你也经常做给夏兰吃咯? 咬了一口金黄的小米粥, 送入口中, 酸溜溜的。 嗯, 车队每个人都吃过我做的饭, 你这醋怕是吃不完了。 他轻笑一声, 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哼哼唧唧地躲开他的手, 继续埋头吃早餐。 会做饭的男人又加一份。 早餐后, 不顾我的婉拒, 他硬是将我送到公司门口。 晚上来接你, 刚想拉开车门, 就被许浩然拉着手腕拖了回去, 深不见底的眼眸, 一眨不眨地望着我, 不来个kiss goodbye吗? 别的地方都亲过了, 现在扭捏不亲嘴, 就显得坐坐了。 一番心理建设后, 我蜻蜓点水般, 清拙他好看的嘴唇, 却被他捏着下巴, 加深了这个吻。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当我脚步虚浮地下车时, 正对上同事那张哀怨的脸。 啊, 吓死我了。 被爱情滋润过的女人, 就是不一样, 容光焕发呀, 同事眼光凉凉地掠过, 我暴露在空气中的脖梗, 上面点点暧昧的红痕。 徐浩然你这个挨牵刀的, 慌忙拉起领子, 遮住那些痕迹, 我对着同事笑得心愧。 想到你是我们的嫂子, 倒还能接受, 总比那个吓得好一点。 同事腻了我一眼, 扎巴了下嘴说道, 这种好像被婆婆认可的喜悦, 是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夏兰。 我狗腿地地地上一杯咖啡, 探究地询问。 你作为正牌大娘子, 不知道夏兰。 见我清澈又愚蠢的眼神, 同事开始恨铁不成钢地科普。 夏兰是浩然哥哥没成名前, 就跟着他的经纪人了, 一开始我们粉丝也会抱抱他大腿, 来获得一些哥哥形成消息什么的。 同事喝了一口咖啡, 脸上的表情逐渐愤慨, 结果那婆娘直接把浩然哥哥当成自己男友了, 女粉丝写给浩然哥哥的信她当面收了, 回头就扔垃圾桶了, 这么多年连只母苍蝇, 都不能在浩然哥哥面前出现。 那浩然哥哥真的蛮惨的。 滔滔不绝的同事, 突然拍着我的肩膀好眼道, 对于我们来说, 只要嫂子不是夏兰, 哪怕是条狗, 我们都认, 所以姐妹, 你一定要守护好浩然哥哥, 从此, 我就是你们的CP粉, 感觉她在骂我, 但我没证据。 怪不得夏兰对我的敌意那么大, 在她眼里, 许浩然不过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偏偏被我这个网恋对象截胡了。 她怎么能不恨? 下班时, 许浩然已经等在公司楼下了, 或许我的耳提面命终于有了效果。 她换了一辆箱对低调的SUV, 比起贴地飞行的麦凯伦, 偏商务风的宾利, 已经是赛车手最大的让步了。 正值下班高峰期, 我在公司众多同事的目光中, 上了宾利的副驾驶, 明天公司里一定会乘传我被包养的新闻。 我叹了口气, 系上安全带, 少看点狗写小说吧。 许浩然笑着捏了捏我的鼻尖, 我们去哪儿, 我干咳一声转移话题, 放在膝盖上的手, 突然附上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 昨天太仓促, 今天正是邀请你看我们训练, 还在我膝盖上的手 突然伸出一根食指, 不安分地打钻。 咬唇压抑自己内心自身的荡漾, 我拍开她作乱的手指, 专心开车。 开不去幼儿园的车吗? 啊, 闭嘴。 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 别墨的后院被改造成了巨大的训练场, 许浩然换了衣服打开车门, 修身的赛车服, 将她的身形勾勒得更为明显, 宽肩斩腰, 就是不知道平坦的肚子上有几块腹肌, 今天晚上一定要摸一摸。 脑子里蹦出一些少儿不移的画面, 脸上升起一股热气。 她正全神贯注地进入训练状态, 不远处的夏兰面色不善地向我走来。 你和浩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夏兰指了指赛道上飞驰的赛车, 嘲讽着开口, 咋的, 她是火星来的, 还是奥特曼? 这种青梅文学, 我已经看腻了。 你们是网恋吧, 不过一时兴起罢了。 你天天黏在她身边, 不是连一时的兴起都没有吗? 夏兰气得一张美艳的笑脸, 白了红, 红了绿, 好不精彩, 你给我等着。 放下狠话后, 气急败坏的夏兰, 踩着高跟鞋, 质地有声地离开了训练场。 就这, 没有理会夏兰, 我继续沉浸在赛道上飞驰过的赛车上。 虽然不懂赛车, 但是看着许浩然几个漂亮的过弯, 就把身后的车摇摇甩开, 还是激动地握紧了双手。 她结束训练, 将车停稳在车库, 边走边, 跟我挥手, 你真厉害呀, 看着我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看着她有些汗湿的鹅角, 我两眼扑闪扑闪, 向外冒着星星。 她突然弯腰在我唇角轻柔的一吻。 四周顿时响起哄笑, 老许, 你这肯让单身的我们怎么办? 浩然哥现在浑身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 我的脸顿时飞红一片, 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 掐了她一把。 老周, 今天我就不住俱乐部了, 又是一片严余的调侃, 我连忙拉着许浩然, 逃之夭夭。 这不是去我家的路呀。 看着窗外陌生的风景, 我疑惑地望向许浩然。 气象台说, 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山顶有个绝佳观赏点。 说话间许浩然已经将车, 平稳地停在空旷的山顶停车场。 全景天窗被打开, 我和她并排躺在车里, 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哇, 你看, 忽然一道流星毫无预兆地划过天空。 我顺手拉起了她平放在我身侧的手, 她正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看得我周身燥热。 不知是谁先乱了方寸, 再回过神时, 我们已经相拥着吻了很久, 阿言。 雌性的嗓音却在我内心深处, 激起惊涛骇浪, 你也很想要我, 对吗? 她深邃的眸子像幽深的海底, 不停吸引我向下坠去。 我红着脸不愿回答, 那纤长的手指却更肆无忌惮, 我抖着身体依偎在她怀里, 耳边是有力的心跳与喘息, 眼角溢出的泪水如划过黑夜的流星, 悄无声息地隐没在漆黑的夜空中。 许浩然又去国外比赛了, 我们只能卡着时差地见戏聊会儿天。 今天我莫名有些心不在焉, 揉了揉不住弹跳的眼皮, 我压下心中的不安联系许浩然。 信息时沉大海, 阿妍,你没事吧? 身旁许浩然的迷妹同事欲言又止, 在我迷茫的目光下亮着的手机屏幕, 被缓缓推到我面前, 热搜第一眼然事, 下栏轻腻地挽着许浩然的手臂, 进酒店的照片, 明星车手许浩然或与车队经纪人好事将近。 飙红的硕大飙题刺痛了我的双眼, 连带着呼吸都有些不顺畅。 阿妍,其中肯定有误会, 这么多年要搞上早搞上了, 偏偏等你们恋情曝光。 同事义愤填膺地端起杯子, 灌了一大口凉水。 我眼神定定地望着夏兰, 和许浩然挽着手臂的画面, 拳头都捏紧了,死绿茶。 但我终归是低估了夏兰的手段。 她多年对许浩然爱而不得, 怎么可能一张错位照片就罢休。 果然我还没下班, 关于我的热搜就来了。 许浩然网恋对象知三当三, 甚至扒出了我的个人账号, 猝不及防, 评论区顿时骂声一片。 年纪轻轻,当什么, 不好当小三。 夏兰姐姐太惨了吧。 面对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注笔伐, 我也不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当即拿出键盘反击,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三, 你趴许浩然床边上看的。 那你怎么不去安慰你姐姐, 跑我这来发颠。 对战正起劲时, 公寓的大门传来响动。 黑粉找上门了, 慌忙起身翻找着手边, 有什么可以防身的物件, 门外的响动越发清晰。 我捏紧了手中的棒球棍, 做出防御姿态。 大门从外面被打开的同时, 我扬起手中的球棍。 苏妍, 你谋杀亲夫啊。 门口的许浩然瞪大双眼退后一步, 看清来人后, 我立刻收回手中的凶器。 压抑的委屈和不甘, 瞬间爆发, 咬着唇眼泪, 就啪哒啪哒流了一脸。 你怎回来了, 我哭得抽抽哒哒, 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那张照片是夏兰给出去的, 直到以后我立马就往回赶了。 平息情绪以后, 我才发现她的双眼不满血丝, 下巴上也冒出了青涩。 所以没有回复是因为在匆忙赶路。 想到这儿, 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触动了。 点起脚尖, 在她唇上轻点, 她却伸手揽住我的腰,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所有不安和委屈, 在身体的丝膜带来的升温中, 被燃烧殆尽。 月色洒入黑暗的房间, 照亮了一时已拟。 一切归于平静后, 我疲惫地躺在她怀里, 连鼻尖都泛着暧昧的粉红。 你不是在比赛吗? 我突然弹起身体, 腰间的酸软又在瞬间, 让我哎呦哎呦, 叫着倒了回去。 团队比赛, 有替补的队员。 她温暖的手按在我的后腰轻轻打转, 说得稀松平常。 可是, 你那些粉丝可都是冲你去的, 我又要被骂狐狸精了。 想到我那根战争现场式的评论区, 又是一阵叹息, 我不是娱乐圈的人, 你自然也不用在意这些。 许昊然弯曲食指, 抬起我的下巴, 落下一个温柔, 前拳地吻。 但是这次的事我会解决, 别怕。 我将脑袋埋进她的颈尖, 眼眶发热。 放纵后的疲倦袭来, 没多久我就沉沉睡去。 天塌下来有高个地顶着呢。 许昊然的车队又拿下一个国际冠军。 眼尖的粉丝发现, 这次回国的队伍中, 没有夏兰的身影。 而我早就清空了所有账号里, 所有内容并关闭了所有社交功能。 愤怒的粉丝想骂我都找不到入口。 同一天, 车队的官方账号发了一则通告。 车队经纪人夏兰因私自联络粉丝, 收取利益, 已被车队开除。 并配了几张夏兰和粉丝, 私下往来的转账记录。 一时, 奸战火转移到了夏兰身上。 而打破了还对许昊然, 和夏兰CP粉幻想的最后一击, 是许昊然亲自给的。 鲜少发动态的许昊然, 破天荒发了, 九宫阁图片证实了我们其实恋爱多年。 许昊然, 这么羞耻的对话, 你怎么能发出去啊? 我跪坐在许昊然身上, 捏着她的脸, 愤恨地揉搓。 更羞耻的我怕被抓进去, 专心点。 风雨再次铺天盖地袭来, 我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凭她待我在起落间飘摇。 开车的就是下盘吻, 事件发酵了几天, 很快被其他明星的花边新闻分去了注意力。 苏妍, 门口有人找你。 公司前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我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虽然她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夏兰。 与她实在无话可说, 我翻了个白眼, 转身准备继续回去上班。 你不怕再也见不到许昊然吗? 夏兰叫住我语气咬牙切齿。 什么意思? 我顿住脚步, 皱着眉盯着夏兰冒颜下, 有些癫狂的眼神。 我在许昊然今天要训练的车上动了手脚, 你快一点的话, 也许能见她最后一面。 夏兰突然大笑起来, 尖利的笑声, 惊得我背后发毛。 连忙拿出手机, 尝试联系许昊然。 一直提示的盲音让我慌了神, 我目自欲裂地瞪着夏兰, 抓着她胳膊的手用力到发白。 你在发什么疯? 许昊然在哪里? 想知道的话跟我来啊。 夏兰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向外走去。 几乎没有犹豫, 我立马跟着条走出公司。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许昊然, 就喜欢上她了吗? 红色的跑车在马路上飞速行驶, 我抓紧了扶手, 心口一阵阵发紧。 我以为只要我一直守着她, 早晚一天她能回头看看我。 可是得奖那天, 跟最重要的人分享, 却是你发了信息过来。 为什么? 我都准备好嫁给她了, 你从来没有陪她走过最低谷时期, 凭什么能得到她? 夏兰自顾自控诉着, 眼泪忽了一脸。 感情的事从来不能强求, 你冷静点, 不要做傻事。 许昊然还是没有回应, 担忧着她的安危, 我不想激怒夏兰。 为了她我命都能不要, 既然得不到, 那我就毁了她,哈哈。 夏兰边哭边笑, 宛若丰富。 跑车贴着蜿蜒的山路飞驰, 我一颗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你到底想做什么? 藏在身后的手机悄悄联系了警察叔叔, 我尽量从夏兰口中套出更多讯息。 许昊然每个月都会去山上跑赛道, 我就悄悄在她的车上动了点手脚, 确保她在过弯时刹不住车, 你去悬崖下找找, 能不能找到一部分许昊然。 她以为把我踢出车队, 就万事无忧了。 我不好, 大家都别好过。 夏兰的车速已经在极限边缘试探了, 给手机对面的人发送了定位后, 我深吸一口气。 危险动作, 可千万不要模仿啊。 我突然开始自言自语, 让开车的夏兰有了片刻的分神, 车速不自觉慢了下来。 抓住时机, 我拉过她的方向盘, 就往突出的石壁上蹭去。 苏妍, 你做什么? 快放手。 夏兰尖细的指甲嵌入我的手背, 我强忍着刺痛, 继续用车身摩擦石壁。 你上驾校, 教练没教过你, 车辆在山路上怎么避险吗? 就这还想害人呢, 感觉到车速慢下来, 我额头都渗出大滴大滴的冷汗。 终于在一个弯口, 跑车撞上山壁停止运作, 在气囊弹出时, 我靠坐回座椅上, 紧紧护住头部, 一阵烟雾后, 我亮亮呛呛地打开车门下车。 驾驶位上的夏兰虽然伤得不重, 但暂时失去了意识。 不远处是匆匆赶来的警察叔叔和许昊然, 看到他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面前,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灯石脚下一软瘫坐在地上, 哀言。 许昊然越过众人, 飞快跑到我身边, 将我搂在怀里, 一脸惊魂未定。 许昊然,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灰头土脸地挂在他脖子上, 嚎啕大哭, 身后已经报废的车上, 夏兰也被救了出来。 他刚恢复意识就看到, 我抱着完好无损的许昊然, 最后一根神经崩断。 许昊然,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悬崖底下吗? 往日美艳无边的夏兰, 在各种刺激下, 化身地狱爬出的恶鬼, 双目星红地向我们冲过来。 刚跨出一步就被身后, 早有准备的警察叔叔扣住, 动弹不得。 他只能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每次上车前, 老周都会仔细检查一遍安全设置, 你忘了他弟弟是怎么走的吗? 许昊然失望地望着夏兰, 心中对他最后一丝伙伴的情谊都消散了。 夏兰, 我原本以为我们是朋友, 可我不想跟你当朋友, 明明是我先喜欢的你, 凭什么这个小丫头几句话, 就把你勾得魂都没了。 泪水混合着脸上的血水和脏污, 夏兰的脸不再美丽, 反而透着一丝圣人。 见他明弯不灵的样子, 许昊然不想多言, 搂着我往一旁的救护车上走去。 许昊然, 你有没有一点点对我动过心? 身后夏兰不死心地嘶吼着。 许昊然弯腰将我打横抱起, 放在担架床上, 头都没有回, 没有。 车门关上身后, 再无下来的影子。 在救护车上, 医护人员已经为我处理了伤口, 但许昊然还是不放心, 硬是把我押到医院做了一整套检查。 确认我没有什么内伤后, 才卸下一脸紧张的表情。 在医院门口, 我按下他叫车的手, 这里离我家不远, 就慢慢走回去吧。 经过刚才的生死惊魂, 我暂时不敢坐车了。 许昊然没有说什么, 将手机塞回口袋, 牵着我的手, 在路上慢慢走着。 为什么要跟他走? 他温热干燥的手, 小心翼翼地包裹着我的手, 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害怕, 比起危险, 我更害怕失去你。 我靠近他的身体, 夕阳照应在我们身上, 将影子拖得老长。 咱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 轻一个表示一下吧, 感觉到他的情绪, 我转身捧着他的脸, 试图缓解气氛。 他握住我在他脸上揉捏的手, 突然红了掩赫, 明天陪我开车去吧。 啊, 是开不去幼儿园的车捏, 开去民政局的车, 落日西沉, 半边天都被染成了热烈的红色, 连带着夕阳下拥吻的我们, 都被进入这铺天的红霞中, 过命交情以身相许, 佳话。 许昊然的个人账号, 基本不发任何动态, 最近却异常活跃, 第一条是我和他手持两本红本子, 在宣誓台笑得明媚无边, 评论区炸了。 天哪, 我男神结婚了, 他不是才公布恋爱吗? 把我的冷裤车伸还来呀? 这个笑得这么傻的男人是谁? 随后, 有人把许昊然上次发的, 我和他网恋聊天记录截图, 发到评论区, 都和嫂子学学说骚话, 男神离我们还远吗? 反复射死的我, 第二条是我们的婚礼照片, 从头到尾, 许昊然的嘴角就没放下来过。 评论区已经变成一片祥和的祝福。 第三条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 许昊然搂着我, 我怀里抱着甜甜睡去的小婴儿。 幸福之情都快一出屏幕, 而他的粉丝已经成功转成CP粉, 哥哥嫂子又发疼了, 我还能再磕一百年。 深夜许昊然哄完夜闹的孩子, 躺回床上继续搂着我。 一番折腾后我们没有了睡意, 索性开始聊天, 其实我曾经想放弃赛车。 我枕着许昊然的手臂, 他的手一下一下, 顺着我披散在尖头的长发, 使你陪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仰头眨巴着眼睛, 试图在记忆里找到些许片段。 你跟我说, 到极限的时候就是荡摆烂, 等下一次心血来潮, 再从头开始。 仿佛回忆起什么, 许昊然突然笑出声, 歪头想了会儿, 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当时我还在和他网恋, 有段时间他情绪很不高, 说不想开车了。 我以为他和我一样, 被老板压榨想辞职, 就用自己的职场生存小窍门开导他。 没想到阴差阳错, 为他的车神之路铺下了基石,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厉害哦。 想到此我傲娇的一甩头, 得意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许昊然堵住了嘴。 炙热地吻袭来, 我不服输地回应着。 他挺身撑在我上方, 我的手被他压在枕头两侧, 食指紧扣。 黑暗中都能感觉到他眼中, 动发出恶狼般的绿光。 动静小点, 孩子刚睡着, 我红着脸撇过头, 算是默认, 你克制一下就行。 他倾笑一声, 再次俯身稳住我, 所有话语都融入火热的夜色中。 一旁的婴儿床又传出动静, 我一个机灵弹起来。 随着重物落地的声响, 地上传来一声闷哼, 被踢下床的许浩然 暗怨地爬起来, 走到婴儿床旁, 熟练地开始换尿布。 刚弯腰解开尿布湿, 一道透明的水柱, 精准地落在他那张 惊为天人的俊脸上。 我再也憋不住, 在床上笑得打滚。 这日子就这样平静, 又手忙脚乱地过下去吧, 挺好。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